我这个报告呢 实际上 以前的话 是在全国地位物理会上 做过邀请报告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三角盒子 好像是杨老师得意之字 我们一直在做 原来是做一个三角盒子 对 那个是更复杂的一个格子 我们现在在研究一些 新的,比如它激发态的一些行为 特别是多子子激发 这个东西现在发现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而且最近在 希望呢 它颜色又有点变 就是这个事 嗯 或者说屏幕颜色是不是 可以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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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题目的话 我是叫它 三角盒子上 反铁磁态的多子激发 和量子的掌握 因为这个三角盒子的话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二维的 几何组抽系统 它的话呢 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一个是它的 反铁磁态 还有它的这个磁心动力学 到底是什么 引起就是很多国际办法内的 关注这一块 那么 那么我的话呢 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 解构组抽系统 然后讲一下它的这个 现在我们公认的是一个 基态是120度的一个 反铁磁态 然后我们重点关注它的这个 这个磁心动力学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120度反铁磁序 慢慢的调整 比如变成110度 100度90度 看看它的这个 磁激发的这个 行为到底是什么 最后我们就想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系列工作 在有哪些共性的规律 还有将来要做哪些事 那么关于解构组抽系统呢 我可能以前也讲过 比如说是 比如说你的这个晶体里边的 有这种竞争相互作用 比如说这里边我画了一个 卡伯美格子 里边有很多三角的这种结构 如果是反铁磁相互作用的话呢 那么磁性的基态呢 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这里边理论上是要求 这两个自权呢是反平行 那么第三个自权就比较为难 要不就是跟第一个反平行 OK 它左边很高兴 右边其实是不高兴 或者是它自权 右边朝上右边的高兴 左边的不高兴 所以它总是处在一个很为难的状态 所以叫frustration 在英文里面就是实际上很受折磨的意思 那么因为有这种肩病的状态在里面呢 实际上这类系统呢 即使在绝对零度呢 它的伤呢 依然是大于零的 那么不光是磁性组织系统 还有我们比如说 生活里碰到的这个水 它在绝对零度的时候 里边的水分子啊 实际上它也有构成一些 肩病的基态 因为比如说 水跟氧的那个剑 它实际上有一些空间极客结构 它里边也有 绝对零度时大于零的伤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维基百科 就是讲这个水在绝对零度时候的伤 也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我们的话主要是关心这种 磁性的几颗组织系统 那么它的物理意义有哪些呢 比如它物理上可以存在这种 非共线的磁拳机台 这个跟原来讲到 比如正方经格上 或者一些六角经格上的 这种磁性机台不一样 它一般都是平行啊 反平行 但是都是在同一个轴线上 我们把它叫共线结构 如果是有几颗组织的话呢 比如像这种的话 它就是非共线的一个磁结构 这个磁跟这个磁拳呢 根本就不在一个轴线上 那么对卡多米 反铁磁系统来讲 那它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存在量子磁圈液体 最近像比如像文小干妈 Hartchiklinia 他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量子磁圈液体的 磁性动力学习 这是一个你只要能做出来 那你在国际上应该还是很受关注的一个东西 还有比如像自然玻璃钛啊 还有磁三级啊 实际上都跟这个磁性组组系统呢 联系到一起 所以它们对它们的基态研究呢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个基方态研究呢 现在看的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对它的这个动力学行为啊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还有就是说实验上 你真正探测到了 还是它的这个动力学的性质 所以对动力学的研究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呢就是 比如说我说的这些磁性组组系统呢 它在自然电子学啊 绝对驱自制脑啊 还有传感器啊 还有量子养生纠存方面呢 其实都会有比较重要的应用 比如说最近像物理所的韩羞峰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探测磁症子啊 可以导致的这个电流拖曳效果 那么它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电变成磁 磁站回到电上面去 就是其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新的一个电磁的光明效应在里面 这个可能以后会把它做成奇境在这里面 那么在物理上来讲呢 这个几个组组系统呢 实际上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很有趣的 比如精确解 比如在理论研究里面 包括前些年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在二维三角 卡哥梅格脸上的这种精确解 包括异星模型的精确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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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精确解 这个精确解的话 你要做出来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其实在磁性组组系统呢 你可以帮助我们来探索 比如新的计算方法 比如现在我们比较感兴趣 比如像张亮网啊 这个Tensor Network 这个现在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年领域 如果你会一些这些方法的话 呃 将来可能 对你比如说发表论文啊 或者找工作 都可能会比较大的方法 还有就是比如说 大家也在探索 比如说 Monte Carlo 里边的这个符号问题 如果你能解决这个磁性组组系统Monte Carlo 方法的话 那实际上也是一个诺巴奖基的一个工种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 呃 三角金格上面来 那么在实验上的话 比如像色红绿啊 被 被谷T啊 这些材料啊 它里边的金属离子 特别过度金属离子呢 都是带有自旋的 那么现在 实际上的话 就不论是理论计算以法 还是实验上 也发现 如果是静音相互作用啊 起主导作用 它实际上它不会变成自旋液体 它会变成这种 120度的 非共线的 呃 刺结构 这个现在是已经是 大家得到的公认 就是在三角格子上 要变成自旋液体 你除非是加入更长程的 相互作用啊 或者加入自旋轨道 相互作用 要不然的话 它都是120度的 非共线 呃 那么当然 那么最近也有人在 Nature上发了我们 就是在三角形格上 当然 呃 好像是一种 猛化物理的 如果是 考虑自旋得到的 相互作用呢 它会变成这个 量自旋液体 当然现在还是存在 比较大的 呃 呃 增益 对对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磁性动力学的一些 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像波士在平面上 在一个平面上 它不会说 跑到平面外 平面下 平面外 平面下 这个东西的话是 实际上是由这个 海森堡相互作用的这种 对称性造成的 它不会说 跑到平面外 跑到平面外 它能量会更高的 如果你要真正想 跑到平面外 你要加一些 比如说 DM相互作用啊 或者是一些 外磁场 可以把它弄出来 否则它会 老老实实都会 趴在一个平面里面 它的能量是最低的 这个是 严格分析过的 就是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它的动力学的 行为 这里边我列了一个 叫 麦克兰 就是一个 翻转一个自旋的行为 还有一个叫 白麦克兰 叫翻转两个自旋的行为 比如这里边 考虑一个 一维的繁铁词 自旋脸 那么 自旋朝上 自旋朝下 我现在如果是 有一个激方态 那么就是把这个自旋呢 我现在 让它翻转一下 那翻转一下的话呢 实际上它的能量要增加 在一维的情况 能量增加 变成两界 OK 但是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激发态的 这样一个行为 对应的自旋改变 如果一个电子自旋是二分之一 那么 Data S 就是1 这种我们把它叫做 Magnon激发 也就是 大家可能在照科处里边 学到的就是 Goldstone Morp Goldstone Morp 就是实际上跟那个 应该是跟那个叫 玻色质 就产生质量的那个 是一样的 对称自发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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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 如果是在考虑 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这种激发态 那么 那么 接下来大家考虑的就是 我翻转两个自旋 翻转两个自旋的话 你直旋上 OK 这里翻一个 这里翻一个 那么能量的翻转好像变成了 四倍的阶 的确 一个能量花费是两阶 那么两个就变成四阶 那么对应的Data S 是0和2 其实这也是一种自发对称破缺 就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叫 自发对称破缺 是有关系的 那么是不是 还有一种能量更低的这种 多次次激发呢 答案是有的 怎么办呢 我现在就把这两个自旋 把它当做一个整体 比如说 让它们同时翻转 同时翻转的好处 你再算一下它的这个能量激发 OK 你再算一下 实际上 你看对EV系统来讲 它的能量改变 实际上还是两界 跟翻转一个自旋一模一样的 对它来讲呢 它们当然S改变呢 也是0和的话 那么相应的能量消耗呢 是比较低的 是两界在这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可能 比较重点关注这种能量比较低的 这种 白恩来这种的 激发态的这种 行为在这里面 那么实验上的话 那你要测量自旋的这种动力学行为呢 如果是测量单次子激发呢 比较好的手段就是中子散射 这个我想咱们有很多老师也是熟悉的 就是中子把它照到这个 比如说磁性材料上面 然后呢 中子因为带有自旋 可以跟你这个核外电子呢 发生相互之入 然后散射出来 然后把你这个自旋的这种信息啊 把它提取出来 尽量它的比如说 能量跟动量 可以判断出它里面的 比如说各种动力的什么 这里面一定要跟理论啊 结合起来 但是现在中子散射技术 实际上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么你也可以做 极化中子散射 非中子极化散射 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你 把自旋的这些方向呢 都可以把它 确定出来 那么我刚才讲到的这个 比如 白恩来卡多次子激发 实际上用中子散射 就测得不是很好 这个主要是因为 你算一下这个中子散射的这个 散射截面 但是用量子力学的散射截面去算一下 它实际上测量的是 sr.sj的这么一个 关联函数 就是两个自旋的关联函数 那么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双自旋的翻转 它实际上涉及到了这个四字旋的这个关联函数 然后测量四字旋的关联函数呢 那么现在存在一个新的实验技术 叫共振非弹性X光散射 英文叫resment inelastic x-ray scattering 也叫RIPS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词的话 就知道它是一个共振非弹性X光散射 就把中子换成这个高能的X光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LAMA和中子散射技上的一个新的测量手段 它是在布里渊区里边的一个大石正的LAMA 因为我们这里实际上很多做实验的老师是知道 它就是LAMA实验大家很多去做 但是LAMA实验的话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动压转移为零点 或者说是在伽马点 只能测量一个点的这种 比如多次次的这种激发这种信号 你要在整个布里渊区去做的话 那么现在就得依靠这个RIPS这个实验去做 那么它的话呢 那么现在比如在欧洲啊 特别是像瑞士 那个PSI的那个研究机构啊 它们现在相对技术来是比较成熟的 那么很多结果可能是从那边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比如像在上海光源 像丁宏他们在做第二代的RIPS光源 也在做包括将来在北京 那个淮柔那个基地也要搞一个第三代的RIPS 所以如果你想做这种 比如说 多点 关于函数的这种 或者动力学的行为啊 希望可以去关注一些这方面的 这个实验的和理论的进展在这里 那么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 我们是在国内应该是最早开始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 这个他们也得不成 就是我当时做报告 他们都得找我 那么我们关心的实际上是这种 多自旋的磁激发 那么它是跟这个 间接的这个RIPS过程呢 联系到一起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过渡金属的这个K边 K边的话呢主要是从比如说 ES电子上的激发 当然你也可以从2S激发 主要是它的轨道角度量是L 在这里边 那么ES上的一个电子 我如果是把它激发到这个4P轨道上 那么原来的外层电子呢 比如说它有两个电子 我指的是格点A跟格点B 如果它们相连到一起 这个4P轨道上突然多了个电子呢 就会干涉到 原来这两个金格格点上 电子自旋的交换 比如它原来大家是对称的 比如左边跑到右边 右边跑到左边大家是对称的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一旦比如左边这个格点上 4P轨道上多了个电子 那么这两个电子 比如说跑到右边去啊 就是能量低一点 如果是跑到左边去呢 OK 离它很近 那这个 骷髅排斥相互之间就大了 所以 左右对称性呢 被破坏掉了 但是你看到以后啊 就是 这个4P轨道啊 最终这个电子呢 是一个高能激发弹 它是不稳定的 它是有兽力 它最终呢 会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呢 然后呢 就把光子呢 再把它发射出去 你可以测量这个 出色光子的动量跟自旋 它这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量子力学的这种办法 你可以判断出呢 原来呢 比如说3D格点上的 超交换相互作用啊 如果是G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 激发的一个过程以后呢 那么超交换相互作用呢 就改变了 就是2T平方 比如像U加上UC 再加上2T平方 U减去UC 这个UC的话呢 实际上 也可以通过量子力学来算 也可以通过实验 来进行测试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可能最主要 是要靠我们的理论计算 然后再去判断一下 比如说这个过程结束以后啊 比如说这个过程结束以后啊 你会发现呢 比如说左边是自旋朝下 右边自旋朝上 完了以后呢 光子射出去以后啊 就变成了 左边自旋朝上 右边自旋朝下 就我刚才讲的那种 就我刚才讲的那种 双赤子的激发在这里边 那么对应的 就是dataS呢 是等于0或者是2 那么对这个情况的话呢 实际上呢 应该是一个0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对应呢 是一个 两个自旋反转 双赤子的 双赤子的 激发 这个可以通过 Kramers-Heisenberg的 量子力学关系呢 来算出它的微分散射结论 这边有一个散射正乎 叫afi 那么afi的话呢 实际上是跟你这个 电子的这个 电污集聚啊 是联系到一起 那么如果是使用这个 超快 这个叫内核寿命的近似 说法 寿命实际上是非常短的 那么对应的这个 能量的展翻就是非常的大 如果Gamma是很大的话呢 那么我实际上对它做 威儿展开的时候呢 只需要考虑它的 一阶修正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在一阶修正的情况下呢 你会发现这个 散射正乎呢 就变成了一个 si 点乘sj 这里你好像看到 好像还是 两个自旋的关联 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 回到微分散射结论 这里边是什么 afi 的磨的平方 所以平方以后就变成了 四个自旋的 关联函数在这里面 所以呢 它实际上这种办法呢 是可以测量 这个四自旋的关联函数 还有对应的这种 多次的激发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再 回到这个120度上 繁铁磁态的这个 磁性动力学上面来 那么这也是一个 标准的120度 繁铁磁的磁结构 那么从理论物理的角度来讲呢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 繁铁磁激态呢 那么实际上 我们可以用这么一个 海森堡模型把它描述出来 这个J呢 是静铃自旋之间的 繁铁磁相互最后 那么为了使这个模型 变得更加普世性 我们再特意加了一个 量子各项一性 叫α 那么α 我们是想象它在0到1之间 它主要在0到1之间呢 它都是120度的繁铁磁结构 但是如果α是小于1的话呢 实际上它会打开一个自旋gap 打开一个自旋gap 在这里面 还有当然你也可以说α大语音 但α大语音的话 其实没那么有趣了 为什么 就是Sz 非常非常大 我上课的时候也讲到Sz很大很大 这个就变成什么模型了 就变成大家很熟悉的一星模型 一星模型的话 就不在一把书 就自旋朝上自旋朝下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 跟我们关心的这个螺旋态呢 就关系不太大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185反铁磁态上 那么你调节这个α在0到1之间呢 实际上它都会有一个反铁磁波式 叫3分之4π0 这个3分之4π呢实际上就是185 对应的 这个就 你这个平面是xy度 对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这个是不是可以有这方向的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自旋本身实际上是固定在一个平面里面 固定在一个平面里面 我的这个像不作用了 你看到 大家都是对称的 有x像有z像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 一旦是这个模型在这个金格上成立的话 那么自旋的话 对不起 只能是在你的平面里面了 那你在最后一向不是没有 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呢 你可以做一个变化 其实这里面实际上有个转动对称性的东西 我可以把这个z轴 比如就选在这个方向上 这就是我的z 没问题 那你这样 你这样的话 比如说这个x变化 它能变成120度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这样变成x在平面 比如说变成x在平面 比如说变成x在平面 对吧 对对对 那你这里又有y分量了 外分量的话呢 是这样的 实际上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群的转动 那意思就是说可以通过变化里头只剩下两个分量 还有一个分量 还有一个分量实际上是消失掉了 可以吗 可以 这是它的ground state 实际上它有一个对称已经破去掉了 就是 不是说那个 对 就是说这个哈密度 你这个 哈密度 大家都有 大家都存在 那我觉得比较奇怪就是 你这个哈密度里面有这些分量 然后最终它怎么体现出造用呢 嗯 如果 比如说我现在只考虑这个α 那么我z的话我就定义成这个方向 这个定义成x分量 对 那么你会发现把这个x啊 y加上去以后啊 嗯 它实际上是最终稳定成这样 当然在这个xz平面里面来回的变化 就最终这个y呢 的确是没有了 确实是没有了 它是机台 就是说它 它稳定到某个上面去 就是这样 你说的是机台 对对对 稳定到某一个 那机发态可以 机发态可以跑到某个人去 对 那我们刚好是要研究它的 机发态的这个行为在这里 对这么一个xxz的这么一个自旋哈密顿量 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它从自旋算幅 把它变成这个波色子的这个算幅 这边呢我们用的是这个hpbosom的算法 就是说把它把一个s定路把它变成一个s-a-dag-a或者是b-dag-b的形式 把它写出来 最终可以把它展开成这个波色化的这种形式 但这个的话我想说 如果是120度反对自相的话 那么这里边你只要展到s分之1的话 它实际上就会产生这个波色子的基数像 那么以前我们做了很多比如说正方格子上的这种spin wave 那么实际上我们都不会有这种像 它要不就是偶数的 要不就没有 那么现在的话如果是120度反对自相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三个波色子的这种算幅 比如说这里是123 这里也是123 当然这里边比如说你还会数到 有五个波色子在高阶都会存在 这里边只有这个非贡献的磁接口 这里边融合到一起 刚才林老师说 我爱到哪里去了 实际上你做转动以后 它实际上是跑到这里边去了 有些东西在这里边 它会在激发态里边会做一些调整 这个H3跟上面那个不是一个东西是吧 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我现在换了一种写法 那为什么上面是两次下面是三次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S跟AB也是一次性性关系吗 S跟这些B是 跟这些产生也没有上方是一次的关系吗 对 如果是只考虑这个 比如说是A dagger A 这些东西 A dagger A 在这里边 比如这里边也有一个S-A dagger A 的确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的话 你把它展开以后 你把它展开以后 它里边有一些高阶修正在里面 展开以后 如果是你把二十度翻给直结构的话 如果是到S分之一的话 它会产生这些基次项 偶次项的话 就是你说的这个偶次项 是有的 还在 它还在 就是B1 B2 B 就是这种项目都还在 但是如果 S跟B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边我给你写一个吧 来写一个 关系嘛 好吧 这里边 I-S正的话 实际上有一个 10-A 芝昊 H 大S是一种标量 就是比如自旋为1 自旋为2 自旋为3 或至乎至乎 của1 这个不是线性关系 这个Sz是线性关系 但是一旦到了Sx跟Sy 这里面实际上还有一些高阶的修正在里面 这里面会产生B的一次方B的二次方B的三次方 这个Sz对B已经不是一次了 对,它里面有些开分放的关系已经在里面 这个比较复杂 对,这边就是要考虑高阶的话 然后你这样展开能保持对应关系不变 就是Sz和Sz的对应关系这样变化以后能保持 这个我想的话是Sz跟Sz 因为你比较复杂的话其实不是很明显看出来 实际上这里面是一个近似满足的关系 不是严格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是把那个晶态的主要的信息给它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就说是把这个晶态的算符 那行 我们说白了就是说想把这个晶态算符把它变成这种波色子的算符 这种波色子算符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这种准粒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个 比如说这些智权的翻转 还有它的这种激发态的事情 可以对它进行描述出来 但是到这一步来以后就变成了这个比较数学环 你要算它的比如说格林函数啊 要算它的这个智能啊 这些东西你要另外去算 我是想说的 就是如果是有120度的繁体资讯呢 那么对应的这个自旋波的色彩关系里面呢 会多了一个虚乎 这就是可能是林老师比较感兴趣的SY到哪里去了 那个SY还会搞破坏 就是实际上是让它产生一个虚步在这里 那么这里边我想就用这两个图呢 可能会讲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比如说是自旋波 我刚才展示的就是它十步 就是大家觉得比较稳定的那一部分呢 越是红色的部分呢 代表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强度越大在这里边 这些按理说都是稳定的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是把那个 比如说多出组比如说这种 散射效果吧 它拷一进去以后啊 它多了一些虚步啊 你就看到这个六个月儿型的形状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自旋波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不稳定的 是不稳定的东西 OK 也就是您说的这个SY跑哪里去了 它会体现在这些地方上呢 OK 但是现在比较有趣的呢 就是发现 如果是R1从1变成 比如说0.95以后 呃 发现这个 比如SY的作用呢 呃 减弱了 它就变成了 虚步减弱实际上 代表这个系统呢更加稳定 就是这么一种 结构在这里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 啊 图的画法 比如说是在 动量空间一些高对称的一些点 比如说我画它的色彩关系 在这里边 如果是不考虑这种 呃 多次子的相互作用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在这里边 如果是考虑这个 麦克兰麦克兰的相互作用啊 它这个就会展宽 甚至在这里呢 产生一些呃 呃 这个地方实际上代表一种 非常有趣的一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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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120度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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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叫成一个叫 现在大家叫它叫rota 那么翻译成中文叫旋转子的一种积方 就是对这个碳呢 这个部分呢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你对它求一阶导数是肯定是等于0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对应来讲斜率是为0 那么对应的碳密度呢也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它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虚布 就是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它是非常稳定的这种结果 就没有虚布 实际上它是一种稳定存在的这种准粒子的一种激发在这里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这个名称到最早是来自于这个超流害4里边呢 有一个rota 它也是在它的比如在某一个Q点呢 有一个local minimum 然后这里边呢它也是非常稳定 不会帅一些 这个这个概念呢现在用到这个磁基发里面 那么我们也算了这个 这个繁铁磁磁结构的这个双磁子的激发膜 激发膜 比如这个是在m点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峰 这个尖锐以后大家会明白就是像它里面的那个磁基发是非常稳定的一种结构 然后如果是跑到一些别的点 那么就会比如出现一些双磁结构啊 或者是时间表明它开始不太稳定了 在这里 那么这是我们算出来的比如120度繁铁磁序的这个双磁子激发和三磁激发膜 在不同点啊 就是在γ点 y点 还有σ点 还有x k 在这些地方 你会发现啊 就是 在这个00点呢 基本上是没有双磁子激发的 如果是要有信号的话呢 是来自于这个三磁子激发 至于这个三磁子激发 你们等会儿可以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图像里面 就是怎么三个自旋反转的东西呢 联系到一起 就是在这里边的话呢 是三磁子激发为主 也就是红色的线为主 如果是跑到这个120度繁铁磁波时这个地方呢 那么就是以双磁子激发为主 它基本上是巨大无比 基本上是可以发散的一种行为在这里 那么这个是对应的这个 总激发啊 这个权重 这个实验上都可以去测 你会发现在这个 k点呢 那么对于双磁子激发呢 它是巨大的 它是巨大的 那么对三磁子激发呢 相对来讲就弱一点 但是如果是跑到这个00点的话呢 基本上是以三磁子激发为主 那么总结一下 这米2012度的繁铁磁的这个特点呢 你就会发现啊 如果是在那个布鲁渊区的原点 就是00点 如果是贡献的磁结构的话 它没有任何信号 那么在繁铁磁波时的地方 也不会有任何信号在这里 但是如果是对有非贡献的磁结构 OK 如果是在00点的信号 那么就意味着你 这里有这个三磁子激发 有三磁子激发 有三磁子激发在这里 如果是在凡提斯波时 这里有信号 有非零的信号的话呢 那么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两个自旋的反转 也就是2mg的这种激发物主 当然它里面也获得了一些 三磁子的这种信号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想解释这个 为什么这个双磁子跟三磁子激发的 稳定性的一些物理原因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是也思考了很久 就是我们是想从那个 比如说自旋波的速度 一个magnon它会实际上 它会动 那么它动的过程中呢 它们之间要互相的碰撞 要散射 如果是自旋波的速度非常低的话 也就是这些粉色区域很多的话 也就是它们就不断的碰来碰去 实际上会导致这个 它的比如说双磁子激发 或者是三磁子激发 它会变得不太稳定 OK 这边比如说 如果是就像经济的那个联储一样 OK 我们是这些越是粉色的地方呢 自旋波的速度越慢 就是它移动的越慢 然后黑色的地方呢 是运动的非常快 如果这个粉色区间呢 越来越多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能口呢 就匹裂掉了 实际上它相互作用非常强了 非常强了以后呢 就是大家开始 破坏它原来的这种结构出来 那么就会导致这种 词的这种分裂在里面 这里Q等于M和Q等于Y有什么其他 实际上就是对应于不同的动量转移 比如这个要回到我前面讲到的这个 比如M指的是这个地方 OK 所以说它是这个 这是比较大的动量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特殊的一个点 Y点的话呢 是更加靠近中点一点 就是它实际上动量会变小 动量会变小 那行 我们就想说呢 如果是M的运动速度越慢的话呢 那么碰撞的越剧烈 碰撞的越剧烈 就导致了它多次次激发 它变得不稳定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现在发现 放在很多Model里面透视对 其实这个 比如说 双磁子激发的这种普勒分裂呢 我们已经在2014年的一个 PRB的一个论文里面 已经发现了 比如这地方 原来是 如果不考虑Mekadon之间的散射的话 它是一条非常光滑的线 如果考虑了双磁子激发的特点以后 考虑相中以后 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上面一个变成一个准粒子 很稳定 下面一样变成一个不稳定的 另外一个低能膜 在这里面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是想把它 跟我刚才讲到一个叫 那种素负的Bi-Mekadon 联系到一起 当然这个是跟 跟那个正方格子上的这一架模型 联系到一起 那个自旋结构是贡献的 但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Bonded Bi-Mekadon 解释出来 那么这里边实际上 我们再做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想把那个 但是Bonded Bi-Mekadon 可以是这样的 也可以是对角线成的 Bi-Mekadon 它们之间会改变 会有相互作用 在这个时候呢 它会形成一些很有趣的 比如S波 还有D波 P波 它们之间会互相竞争 会形成这种 比如说比较高能的这种准粒子 还有低能的这种整框 就是这种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 是把180度这个东西都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别的有趣的东西 这块就是我跟洛晨呢 我们又考虑了这个 互相异性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是芥一撇比上芥 原来是大家都一样的 现在如果把这一撇变小了以后 会怎么办 或者把它变大了以后 会怎么办 还有呢 因为在实际的物理体系里边 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叫DM相对 就是实际上跟自旋轨道 我都会移到一起 你看一个Si X乘SG 现在再乘一个Dev 一个Moment在这里边 那么这么做了以后呢 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我只是改变这一撇比上G 对啊 实际上会让这个180度改变 会比如说从120度变成180度 它会往180度改 也会往这个100度90度60度去改 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把这个 反铁直播室调控一下 现在不大家都喜欢调控吗 我们就通过这个相互作用的各相异性 来调控这个Q0 就是反铁直播室在这里边 如果是 你看啊 如果G比上G非常大的 那么相当于这个水平的G就不重要 这样的话呢 大家再看一下对称性 它实际上又回到了正方格子上去 那么它的机态就是180度的这种 Nel的反铁直播室 如果G等于0会怎么样 G等于0是什么 G等于0就是什么 这些蓝色现在就互相的什么 独立的 独立的呢 就变成了一个一维的自旋链 一维的自旋链 那么你就可以用那个叫 Harden Model 就今年多巴尔奖获得者的这个 第二个叫Harden 就研究了自旋链 它自旋偶数啊 自旋基数啊 它们的这个 机态是不一样的 那你可以用那个办法去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是希望 它有这个螺旋序 我们先研究一下比较 Spiral 在这里 那么 可以用这个能量分析的办法 你就让120度变成 比如说110 比如90 或者是再到60啊 这种 你可以让它去变 你把这个键比上G 把它变小 那么就把这个Q0把它调出来 变小 那么 那么这是一个 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Single Magnum 的一个机方能 原来比如说是 JP等于J等于1 你会发现它有这个旋转对称性 比如这个M跟M1 大家都是等价 大家都是等价 这个K点呢 是一个120度的 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构啊 我现在如果是把这个JP等于J慢慢的变小了 变成0.9 0.8 你知道0.5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K点呢 往里收缩 就在水平方向上被压缩掉了 比如到这里 比如说变成了 比如说80多度 它就变成这样的结构 当然如果是加上Megadon之间的相互这种色 实际上是你必须要考虑一个东西 那么这是虚布就出来了 虚布 而且是很漂亮的一些patterns在这里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这个虚布的演化 实际上这个虚布是代表了 它的反射能谱的一种衰减效应 如果是对象同性的话 这里边当然我没有加上DM相互 只有D等于0 那么JP比上J等于 这是一个非常旋转对象性的这么一个 比如说1 2 3 4 5 6 一个6脚 新的这么一个结构 大家都一样 这个M点呢 就是有一个roton的地方 M1P也有roton 大家都等这样 那么我现在把JP比上J变小 0.9 你会发现 怎么办 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五角星的那么漂亮 这里收缩 变得圆滑 如果再小的话呢 就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再小 甚至变成一个像那个顶的形状 中国古代的那个顶的形状 变成这样的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M点原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旋转 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它已经不稳定了 这个地方已经把它压缩到的很小很小 甚至是无法生存的地方了 但是在M1P这个地方影响不大 它还是有个旋转 就是把它的真正的把它的空间各像异性 提现出来 你说这个中子文组是不是抓了两个字 对 就是双字 应该是两字学的关键函数 我等会会讲 这个真的是被测量了 就是 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现在这边已经取到0.34了 实际上如果是我没有DM相证的话 这个灰色的区间已经几乎占领了整个玻璃圆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明这个一百二十度像 这个螺旋序快死掉了 这个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想成癌细胞 这个已经全部都布满了 那已经快死掉了 不管了 它已经要快变成那个Hard像 那么现在很有趣 所以如果我加一点点这个DM相误作用 这个D 如果加0.05 OK 那么这个 I7-8一样变没了 或者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它又活过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DM相误作用在这边 它会尽量让你螺旋序生存下去 那么现在 这个DM相误作用现在非常重要 就是现在在他们自然电子学里面 研究那个叫 叫Skermin 就是Skermin Skermin子 就是那种 有透普性的这种自旋 涡旋态 这一块 它基本上都要靠DM相误作用 让它能够稳定生存下来 所以这个DM相误作用 在很多我们真正要做的物理系统里面 是希望它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一点 DM相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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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相误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实距離 它有一个实距離 也是实距离还是实距离 它实距离是一个电枝离 它实距离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看到它要 一定要插层 就是Si Xsz 这个地方有着D 如果Si跟Sz是平行的话 或反平行 你会发现是什么 怎么0 DM相误作用 所以DM相误作用 加上去实际上是希望你自旋偏离贡献结构 最好是130度或者120度它是最高兴的 第二个 这种是希望它有比较逻辑的 有实际的东西 这个在现代固体物理里面是一个标准的相互作用 就是有一些材料会有这种类型的 对 会有 那行 这个DM相互作用就把AX8给杀死了 那它又活过来了 那行 那么这个是我们是比如再看一下这个M点的ROTAN的这种变化 如果是各项同性的话 比如JP比较G等于OK 你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不要切一刀都还是最小的对不对 没问题 如果是没有DM相互作用的话 比如说在水平方向上它是红色的好像是Loco minimum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切一刀就不对了 它变成最大纸了 所以它已经不再是YOTAN 在这里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DM相互缰回去 那么还是0.7的时候 OK 它就把另外一个方向上给它 又给它翻回去了 所以它的YOTAN又复活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也算了它的这个双子子激发能 就是在浦渊区里面 这里是它的一个单峰结构 很漂亮的一个单峰结构在这里 但是它如果是跑到那个Ga点 就是00点浦渊区的终点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计划的 没有任何双子子激发的计划 然后我下面会讲这个三次子激发 就把它给复活了 这个红色的线 如果你在这个浦渊区终点 发现有很强的信号 那就意味着你有三次子激发在这里 这个还能处理一个东西 它们还是互活的一个东西在这里 那么关于这个ROTAN 实际上在这个α型的一个 这个板铁瓷材料里面 实际上是已经找到 比如说在这个M点 这个地方 测量它的这个中子散射栏 实际上它这个地方 的确是一个ROGOMINI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光是理论上的东西 就是在实验上也可以找到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 也在Push一些做实验的人 能够帮助我们验证一些 发现的一些理论结构在里面 最后的话我就想说呢 就是磁性组组系组 它可以帮助我们产生一些 独特的磁结构和磁性动力学 都得非常有趣 然后对三角格子上的这种 非贡献的磁结构呢 你必须要考虑这个 Megadon 之间的相互存 然后会导致你这个磁激发的 在高能量的衰竭 它还有存在这种 比如旋创激发的 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我还想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XXZ模型里面的 那个α 就是量子贵散性 它不会改变一个 120度的版本磁结构 它会产生一个skincare 你要改变这个120度的版本磁结构 那你要加入空间 各项性 把这个界别比上界的 偏离一可以改变 那么如果你要使这个 螺旋序非常稳定的话呢 最好加一点DM相互 这么去就是帮助你让自旋 偏离这个0度 或者180度的磁结构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办法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 理论跟实验能够很好的结架 我们也在动员一些做实验的人 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结果 那么大家都有好处 就这个事情 先我就讲这么多吧 没有问题 我问你那个 你做那个自旋都展开的时候 对对对 你已经把那个120度的那个 考虑进去 嗯 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的确要考虑它的积态 120度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做了一个转动变换 把这个所有的自旋转转成一个方向 把它变成一个铁兹计态 在这个铁兹计态上呢 然后再做一个S 比如S正负啊 Sz的这种波色化的展开 但是转开以后呢 实际上你看过原始paper里面 还多了一些 比如Sx跟Sy的这种偶核啊 就是它的话呢 就是要在S分之一修正的时候 你必须把它加进去 也就产生了 我刚才强调的这个 比如说B的三次项 这些东西会出来 就实际上就说了Sx跟Sy的 偶核在一起了 就是这些东西 它会导致你的这个 呃 呃 直激发态上 产生不稳定性 产生不稳定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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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Cm 这是林老师你问的 Cm就是形成120度 表面上大家是稳定的 嗯 但是你一旦考虑它动力学以后啊 那个Sy就出来了 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B的表象里面 是看不到那个角度的 但你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 对对对 要回过去 嗯 所以就能看到那个角度 是 嗯 大家还有没有收入别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次感谢姚老师 好